嗨大家我是哲瑞教練 今天我來到身後這邊 就是新店的碧壇啦 然後我從開始練習游泳到現在大約已經一個半月的時間 那教練呢給了一個新的挑戰 他說我已經練習了一個半月 應該要挑戰一下自己 所以今天他給我的功課 就是在身後這邊開放水域 在碧壇當中 我要在開放水域完成300公尺的連續游泳 希望我待會可以挑戰成功啊 好 走吧 就跟我一起去游泳吧 怎麼那麼冷啊 熱身一下 好 我要開始喔 GOGO 你覺得我今天可以挑戰成功嗎 好 我剛剛已經熱身試游了一下 其實蠻可怕的耶 在這種開放水域 因為這邊好像是 這邊是下游吧 它就會一直衝下去 然後我剛剛游的時候 游一游抬起來 我怎麼越飄越過來 所以待會我要請教一下教練 到底在開放水域要怎麼樣 去做定位還有方向的規劃 不然你會一直被那個流往下游 然後剛剛教練已經游到對岸去幫我測距離了 所以待會準備就可以挑戰我的300公尺啦 這是我的教練 他今天不能幫我介護 希望我不會用到他 我要開始挑戰我的300公尺囉 加油 GO GO 加油 好累 我現在完成了 欸 忘記按錶了 我要做第一趟折板了 出發 好累喔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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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到時候一天五眼 只會游到 需要踩隊一下 繼續 怎麼那麼累啊 但是 我已經要完成 我的300公尺 休息一下 好累哦 脚休息一下 脚好酸哦 我要走了 好累啊 喔 開始醒了 結束了 收到 三百公尺 講不出話 好累哦 三百公尺其實真的蠻遠的 跑到後面的時候 跑到後面的時候已經快到沒有力了 而且 這個水流好大哦 好可怕 去的時候還都很順 回來之後 我一直被水往下沖 完全就是 一直越游越遠 游到那邊去 這邊風太大了 這開放水域蠻好游的 跟那個游泳池比起來 累了就踩水一下 游泳池不能停在中間會有壓力 唉 我挑戰成功了 我剛剛游三百公尺啊 真的是途中超級累 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但我覺得比游在游泳池還好玩很多 而且累的時候啊 不是有帶浮標嗎 就趴在浮標休息一下 其實沒有這麼可怕 那為什麼今天要給我一個挑戰三百公尺呢 其實想邀請你們一起來參加 在11月10號的花蓮Lava這場比賽 那我比的賽事呢 是515的標鐵 但因為呢 賽事主辦單位非常貼心的 擔心有些人跟我一樣 游不玩一千五百公尺 所以他特別推出了 五十點三的距離 你可以在當地鐵人賽當中 腳踏賽跟跑步都是游標準的鐵人距離 就是四十公里跟跑步十公里 但是你在游泳池項目啊 可以從一千五百公尺縮減到三百公尺 非常的貼心 可以讓你在出鐵的感受上 不會這麼可怕 那我剛剛游完三百公尺 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嘛 OK的 我都可以了 我相信你們一定也可以了 歡迎你們一起來報名這場比賽 然後記得 在下方的賽事資訊連結上 只要透過澤瑞這邊報名參加呢 你就可以獲得一件 這次Iron Man特別推出的 First Try 50.3的紀念衫喔 那這件衣服有分男版跟女版 它上面就寫 第一次挑戰三帖50.3 那屬於一個推廣性質的賽事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一個跑者或自行車的選手 你非常擔心在游泳項目游不完 可以試著來挑戰這場 50.3的距離 或許你就可以對於出鐵 沒有這麼害怕囉 那我們就當天賽事見啦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